防護花東海岸線又在天生立軍 這是一艘新造的35噸級巡防艇 已經抵達了花蓮港 加入海巡署第六海巡隊 同時也在今天上午舉行了成軍典禮 而這艘巡防艇造價超過8000萬 最高的航速可以達到45節 而配備了水炮 最大的射程也超過60公尺 這船體是用鋁合金材質來打造 也強化了船船防撞功能 只要遇上不配合的違法船隻 就可以強勢登舰 來防堵走私入境